黑人曾经周兴扫老的风波持续延绕 引人注意的是 29日成为黑人的经纪人 则透过IG线动发文力挺说道 当时黑人到香港工作 自己都在 并表示 对现在所谓爆料的前妹妹 说声对不起 错在那时候没有好好帮你接工作 让你只能发展到此 随后提到自己与黑人工作时间 并没有很久 必收度的话 这几个妹妹比我更了解才是 难道你们不知道黑人就是爱说一些 让人三秒尴尬的玩笑吗 难道你们还会比我 跟分不出黑人的烂梗吗 那些呕心到死的表情 你们没看过吗 为什么你们会想到他说的烂笑话 再加那个呕心的表情 是有其他含义的呢 如果需要11年才解开对他的恐惧 为什么不好好增值自己 不要再浪费时间在篮球员身上啦 一个就算了还几个 而天文一出 也引起不少网友炮轰表示 这根本是提油救火 完全证实打压的说法了 请不吝点赞 给我买到 我是冲天 好 你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